他的邏輯還不錯 所以似乎有吃到他一點口水 所以他的講話也是屬於機關槍 但是他的機關槍的方法有時候會讓人家完全無法抵擋 連你都無法抵擋 連我都無法抵擋 連我都傷痕累累 怎麼搞的發生什麼事啊 回到家裡面都暗自引氣啊 他是喔 跟烏龜一樣喔 他是緊咬住你是死不放的 等他等打雷齁 然後才會... 打雷都沒有用 打雷 你要等媽祖顯靈 那個是咬住喔 緊緊不放的 有一次呢 我們那集的主題 那集的主題就是那個 高速公路開車的這個趣味糗事這樣子 很好聊啊 很簡單輕鬆啊 大家都有開車經驗嘛 這個聊那個聊的話 換我聊了 然後他坐我旁邊嘛 然後韻哥你有什麼看法 我就跟他的眼神已經在盯著我了 這樣盯著看 好像我一... 我一... 我一動口就要幹嘛的 然後我就開始 微微道來了嘛 我說有一次我就開車上高速公路 你倆會開車啊 你開車 你倆會啊 然後... 就忍住啊 然後後來呢 上高速公路以後 不料遇到狂風暴雨 啊 活該報應 你看人家... 人家都不會下雨 你就會下雨 碎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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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會忍住 然後雨刷一直刷刷 他做效果 然後雨刷一直刷刷刷 我就看不到前面 你看不到前面 你看不到你的未來啦 你看不到你的前面 然後... 然後我就把車呢 然後... 你還可以繼續 我還繼續講喔 我就忍住 我就緊急把車停到路邊 停到路邊 你都不撞死算啊 就一整場都... 一整場都這樣 難能可貴是我硬是... 壓下來 咬住牙 用最後的一口氣 他來講完 咬住牙 對... 他好像忘了... 他似乎忘了... 之前他有對我這樣過 他似乎於防備 你有弄他嗎 然後主持人說 那楊啟你... 高速公路有什麼區域經驗 有啊... 我有一次開車... 你怎麼會開車啊 你連腳踏車都不會騎 你還要開車啊 然後他還是... 欸... 運哥... 誰教我用呢 每次我們就跟冤家一樣 接頭了嗎 他們就會碰到 有一幾次聊那個整人 那整人當然我們就會是主角了嘛 那藝人就會講說 運哥以前那個整人節目怎麼樣怎麼樣 那我們怎麼樣我們當然就笑嘛 這個喔 都是以前喔 就是怎麼樣怎麼樣 就講講 效果啊 藝人有的也知道啊 就講我就笑 連我笑都不行喔 然後突然說 你看啊 你們看啊 他就是這樣笑啦 都不知羞恥啊 你看你看他還在笑 然後他又講 那我更必須要笑 我如果嚴肅的話就表示這個... 輸了弱了 會僵嘛 然後就... 你看... 他又在笑了啦 他又在笑了 所以我每次錄完都會傷很累累 然後我回家就獨自錯氣 我跟他上同一場通告 我大概要休三天 所以你們兩個不會有什麼 對方不爽還是什麼樣啊 他...到底也不會 不過還是要幹什麼 啊 他還說 他還說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